我好想要今天晚上好好的睡一段飯 第一個士兵這麼說的 第二個士兵說 如果再加上一張床可以好好的睡一覺 那就更好了 這些都不可能 我們等要趕路繼續走不能停 他們走著走著 突然前面有燈光 他們看見了村莊 士兵說 說不定我們在村莊裡可以找到吃了 再加上一個閣樓好好地睡一覺 我們過去問看看應該沒關係 那個地方的農人很害怕陌生人 當他們聽說有三個士兵在路上 向他們的村長走來 他們今天交頭接耳的討論事情 下一頁點 士兵來了 士兵來了 三個士兵總是肚子餓 可是我們自己都不夠吃呢 然後 接著呢 這些村民 他們趕緊把吃的東西都收藏起來 他們把一袋一袋的大麥 塞在閣樓的草堆裡頭 一桶一桶的牛奶 沉到井底藏好 把舊的被子蓋住裝胡蘿蔔的箱子 床底下藏的是橄欖菜和馬鈴薯 肉呢 就掉在地窖裡 他們把吃的東西都收拾好 藏起來以後 接下來就是等 嗯 士兵們啊 最先停在保羅和方索的家門口 叩叩叩 晚安 拜託 分一點東西給我們三個接的士兵好了 我們自己已經三天沒有吃東西了 因為啊 今年的收成實在太差了 唉 村民們擺出一副很悲苦的表情 三個士兵繼續走 走到了亞伯和諾伊的家 拜託拜託 分給我們一點吃的東西好嗎 借個角落 讓我們睡個覺過夜 可以嗎 噢不行喔 我們能給的都已經給先來的士兵了 而且呀 我們的床已經被擠得滿滿了 來到了王山和瑪利亞的家 答案還是一樣 今年啊 是一個收成不好的年 吃生的骨子 要留下來做種子 師兵們他們一家一家一家的去走遍全村莊 沒有一個農人給他們食物 而且他們的理由都是好理由 這一家的稻穀要留下來過種 那一家有個體弱多病的爸爸要養 另外一家呢 有好多好多的小孩子等著要吃東西喔 村莊的人一個一個呢都站出來 站在街道上喊氣 他們看起來肚子都好餓好餓喔 那一個士兵呢就靠在一起 親身的說是好呀 媽媽呀 媽媽呀你買車 各位好心的人呀 我們是三個饑餓的士兵 來自陌生的地方 我們下面你們要一點東西來吃 可是你們都沒有東西可以吃 這樣看啦 你們只好來煮石頭湯啊 蛤 農人們睜大眼睛 石頭坑 哇 那得好好地看個明白 需要一個大大的煮鍋 農人們四處去找 排過來一個最大的鐵鍋 這麼大的鍋子 要拿來裝什麼進去煮啊 這個鍋子一點都不會太大喔 不過啊 現在可以在裡面加一點水 點火 我們要開始來煮囉 哇 這年的水一桶一桶的倒進了鍋子裡 火生在村莊廣廣的中間 鍋子就架在上面煮著 現在請給我們三立光光圓潤的石頭吧 說時遲那十塊石頭就翻牌了耶 看見士兵把石頭放進鍋子裡 農人們眼睛一個一個真的又圓又大 煮湯不管是什麼湯都應該要加一點鹽 還有胡椒 哇 士兵們口裡說著 手呢就不停地攪動著 孩子們呢跑回家裡去拿鹽和胡椒 嗯 像這樣子的石頭啊 一般來說 煮出來的湯 是好湯 不過呢 要是能夠再加上 少許的紅蘿蔔啊 那一定就會更好喝 村民 村民說 是嘛 我想胡蘿蔔喔 我是有一兩條 所以呢 村民就趕快拔腿就跑 從蓋著紅蘿蔔的被子裡面 箱子裡拿出來紅蘿蔔 他拿出紅蘿蔔 也包著一圍裙 跑了過來 一鍋好石頭 他應該要放甘蘭菜 士兵們一面繡著胡蘿蔔 丟進鍋子裡 一面說 不過啊 說了也是白說 你們沒有這種東西 我回去 我回去找找看 說不定可以找到一些呢 然後說完之後呢 村民呢 就急急忙忙的 跑回去 從床底下的櫃子裡 挖出了三顆甘蘭菜 爆了過來 如果是有一點點牛肉的話 再加上幾個馬鈴薯 這一鍋湯就是好湯啊 龍兒們的腦筋轉轉 喔 他們想起來了 馬鈴薯和牛肉啊 就掉在地角裡面 他們跑回去拿 哇喔 富貴人家桌上的好湯耶 只要有幾顆石頭 就會變出來了 好像在變魔術喔 哇 士兵們啊 攪著鍋裡的牛肉和馬鈴薯 讚嘆的說 要是能夠再放一把大汗下去 再加上一粥鮮啊 看這一鍋啊 就是國王的湯了 唉 是的 上次啊 我們國王在一起吃飯的時候啊 他點的就是這條湯耶 哇 農人們 你看我 我看你 這些士兵請國王吃過飯耶 難怪啊 唉 只可惜啊 你們沒有這些東西 哈哈哈哈 輸了 你也是白說 農人們呢 把格樓上搬下來大麥 從井底撈起鮮奶 士兵們把大麥和鮮奶 摻進鍋子裡攪拌 攪著攪著 冒出 農湯冒出鮮美的氣味 嗯 農人們一個一個瞪大眼睛看著 終於 湯煮好囉 大家都來嘗一嘗吧 不過得先把餐桌擺好才行 大餐桌一張一張擺 在廣場上呢架起來 四周圍都點起了火把 哇 哇 這湯實在是太棒了 聞起來好香喔 真的是國王喝的湯耶 農人們現在問自己 這麼好的湯應該要有麵包來配 還要加上烤肉 還有西打 不是嗎 很快的聖宴就開始囉 每個人呢都坐下來 吃的吃 喝的喝 村莊裡這種盛大的美宴 就是第一次喔 農人們沒有喝過這麼好喝的湯耶 更妙的是啊 這麼好喝的湯 竟然只用什麼做的 石頭 對啊 竟然只用石頭就可以煮出來了耶 他們吃他們喝 他們吃了又喝 喝了又吃 接下來他們就開始跳舞囉 他們跳舞他們唱歌 一直到很晚很晚 最後呢大家都累了 精疲力盡 三個士兵就問大家囉 問村民 你們有閣樓讓我們睡覺過夜晚 怎麼可以讓這三位這麼聰明 這麼好心的 身世睡閣樓 怎麼可以呢 當然是不行啊 是的 他們應該睡啊 全村莊裡面最好的床部 就這樣囉 第一個士兵呢 去住牧師的家 第二個士兵去住麵包師傅的家 第三個士兵去住村長的家 第二天早晨 全村的人都來集合 向士兵說再見 萬分的感謝你們教我們的手藝 農人們對士兵說啊 今後啊我們都不會再挨二囉 因為我們會煮什麼湯呢 石頭湯 接下來呢 吃冰了就開始上路走囉 吃冰說啊 其實這石頭湯 會煮了也沒有什麼嘛 對不對 對 啊 好 謝謝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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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兩肚子 給我安定 好 好 好 謝謝小朋友 小朋友 好 好 iceber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